终于保健汇报和课程介绍 2月的一个分享会 我是黄信杰博士 很高兴再一次在这个频道跟各位见面 我说过 这个是我上一个月的一次汇报 主要先跟各位同学介绍 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气候的变化 如何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一些变化 如何在养生保健方面 通过一系列的预防方法 中医强调预防 未病先防 等到生病才看医生已经太迟了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些一个很简短的分享 让各位理解到预防的重要 那我先自我介绍 我是黄信杰 我是新加坡的一位中医师 我目前是新加坡证据学会的会长 我同时是新加坡辅助医学保健产品 技术委员会的主席 我目前是四周年药膳 食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探讨如何从饮食养生 喝该喝的吃该吃的 养生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我很强调这一点 我目前代表新加坡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中医药技术委员会的代表团团长 很高兴在这个群体看到你们 中医与您 中医与您在2003年就在网上见您 而在2017年注册成为一间公司 我是希望通过中医 让各位可以成为美丽的您 强壮的您 冷静的您 聪明的您和健康的您 我本身还没有进入中医药界的时候 我在企业 电脑行业做了十多年 对我来说 养生是一个很 理所当然的事 不过养生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 富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把所谓的 就是金钱金融摆在前面 而把健康给忽略了 而不懂健康的重要 而对我来说 我可以教企业的课程 比如说我还没有教中医之前 我是在教行政管理 我有一个MBA访问 南洋理工学院 不过我选择以养生保健成为我的一个 教学的目的 我希望通过养生 而这个养生的课程 可以让各位能够更系统的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去做其他的事情 这个是我主要的一个建立中医与您的一个目的 所以通过中医 让你成为美丽的您 强壮的您 冷静的您 聪明的您 和健康的您 这是我在跟很多人沟通中 所要求的 中医是一个很玄的科学 不过它总结为这五个概念 好 所以今天的议程 主要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冠病长期后遗症 或者我们讲长冠病的一个趋势 我们探讨中医养生的保健方法的简介 历春后 接下来几个月的养生保健方法 还有我会在课程中顺便跟你们介绍一下我所设计的一些课程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 所以冠病 我们谈冠病 从2019 2020 2021 2022 到现在2023 我们谈了好多年 从一开始我介绍冠病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讲疯 全世界疯了起来 我们在网上分享 从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到现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好像很多人已经中过几次 我目前一次都还没有中过 所以相当开心 不过 总的来说 我们讲新冠病毒已经跟了我们两三年 不过其实新冠病毒跟了我们不止两三年 新冠病毒已经跟了我们几个世纪或几千年 因为冠病本身 它是一个每一次随着季节的改变 它会出现的一种病毒 不过每一次并不是每一次都像我们所说的 新冠病毒COVID-19 那么一样撕裂全球 之前我们有SARS 在之前我们有西班牙病毒 所以总的来说冠病跟了我们很多年 所以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 从不知道到现在我们知道后 到大多数人已经得了病 我们要探讨的冠病长期后症 你得了冠病 在我之前的分享会我说过 得冠病只需要14天 你的14天过程中 如果你 好好的免疫力强 我们所说的 你得了病之后 它只是一个普通感冒 你免疫力弱 你得了冠病后 你可能就会 离开这个世界 两个大极端 然后在中间 你得了病后 你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不应该得病 之前很多人很无知 最丑外的新冠病毒 派对 没事找事做 没事找病来 所以我们说 常观病是一种多系统疾病 目前已经很多研究了 它包括 通常包括COVID SARS感染后的严重症状 我每一期的分享 都一定会找新的数据 我每一个课程讲课之前 我一定会查最新的数据 我不是炒冷饭的人 所以这个是最新的数据 根据保守的估计 10%的感染者发病率 全球超过6.5亿亿 记录在案的新冠病毒病例 全球至少目前有 6500万人患有 常观病 或者观病长期后遗症的人 以为许多位登记的案件 这个数字可能更高 这个数据是从自然杂志 这个是一个很权威性的杂志 里面所体现出来的一个数据 今年一月的数据 也就是说 目前全世界有6500万人 有多少少一定的常观病病毒 而何谓常观病病毒 你会发现到 随着我每一期的介绍 你会发现到 他的观病不是一个 只是肺部的问题 我们讲 常观病和受影响器官的 不同病理变化 在同一个报告里面 我把这个数据发给你们 等一下来上课的 有报文的 我都会把这些数据发给你们 你们可以上网去查 他可以通过不同的器官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是英文的 我还没办法把它翻译成华文 下次会把它翻译成华文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症状 跟它的病因 从有些患者有胸痛 或者出现心疾 为什么 得了新冠病毒后 它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一些机能 出现比较弱的感觉 有一些会出现我们的那些 胸半膜出现一定的炎症反应 当你出现咳嗽 或者是我们说 那个胃口不好 它的原因是 因为得了冠病后 它出现异常的气流交流的一个问题 身体内 它会出现咳嗽症状 它会导致身体出现免疫力 降低或者是亢奋 或多有没有 所以出现一些 患者会出现一些痛 痛症反应 有些会出现不同 不明原因的疼痛 患者可能会出现 跟胰胀有关系的疾病 比如说糖尿病 或者是胰胀会受损 也有可能出现 我们所说的腹痛 或者是腹 呃 呕吐 恶逆 甚至我们所谓的套流 因为在得病后 它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系统出现一定的不和 同时会因为病毒的产生 导致我们肠道内的病菌的一些数据的改变 这个就是一些受影响的器官的不同病理变化 还有某一些人会得到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你突然间好像比之前反应慢了一点 cognitive impairment 会出现不明原因的疲劳 而出现睡眠障碍 或者甚至一些我们讲四肢症 或者是耳鸣的症状 因为这些因为得了病之后 体内的一些血管神经 因为得了冠病后出现一定的受损 也有些患者会出现肾脏方面的问题 因为病毒影响到我们的肾器官 同时会导致不明原因的疲劳 我们叫做慢性疲劳症 原因是因为出现这个新冠病毒 有一些患者的体内的我们讲深层的静脉血管方面出现问题 还有其他的因为我们的血管 肺脏系统里面的血管的分布出现问题 而导致一个人容易出现疲劳 女性朋友还会出现一些 或者男性他女性 会出现一些跟生育方面的一些问题 男孩子可能会出现阳尾 而女性朋友会出现一定的 所谓的 Premestration syndrome 就是跟月经方面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都是因为 的新冠病毒后 所以从中医的解释 我们可以谈到 由牵异法而动前身 体内每一个器官都相互远接 我解释过 终于是一个系统论 任何东西影响到身体内 五脏六腑都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而这个趋势 根据两年多对长官病的研究 和数十年对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疾病的研究 如果不采取行动 很大一部分长官病者可能会出现终身的虚弱症状 这个报告是由自然杂志所提出来的 跟各位分享 我在我课程中我都说过 我所说的话仅供参考 不过我所说的话一定是有证有据 所以看一下 理解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之前我提过 新冠病毒后遗症 什么叫新冠病毒后遗症 由美国的那个疾病感染中心 所发布出来的一个报告 一般症状 很多患者会出现 容易感到疲劳 会疲倦 体力脑力 劳动后会退化 比较容易累 比较容易走几步会喘 某一些会发生低烧 就是身体会症状的感觉 呼吸方面跟心脏的症状 呼吸会困难 比较短处 这最常听到的一些投诉 咳嗽 这个是直接的 得了上呼吸到系统疾病 就是这个咳嗽 胸部疼痛 心悸 消化系统方面 会出现腹泻或腹痛 有些会出现神经系统疾病 我们讲脑雾 很难集中精神 然后头疼 不明人因头疼 出现睡眠问题 暂时会投眼温化 类似我们所说的耳水不平衡 身体会发麻 血循环不好 嗅觉味节会改变 某些患者会出现 孕育症跟焦育症 这孕育症跟焦育症的形成很多时候是因为 我为什么会这样 这句话 以前我没有事 现在我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周边就有一个星期出现这个问题 以前我很有力 现在为什么我会这样 当你一直问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很危险 先不要问为什么 接受就好了 然后其他的症状 包括关节肌肉疼痛 我要解释一下 你现在整个过程中会听到鸟叫 因为我的鸟 我后面就是一个鸟巢 关节疼痛 这个跟我们所说的 autoimmune system 身体的免疫力比较亢奋 会出现皮疹 很多这些方面的疾病 会出现液晶的周期变化 最近比较流行的会脱发 还有一些人得了新冠病毒后 他整个身体的体质完全改变 在中医的解释 为什么我们得了新冠病毒后 会出现这一系列的疾状 会出现这一系列的症状 我说过 在五行学里面 我们身体内五个招呼系统 都是相互连接的 千里法而动全身 那我们讲我们的肺系统 肺主皮毛 最早解释的 所以皮的关系跟肺一定有直接关系 毛发的关系跟肺也是有关系 所以中医在治疗方面 这方面可以介入 另外一点 如何去预防 这个是一个重点 这边忘记翻译 也就是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得病 可以的话口罩还是戴着 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戴口罩的 反正是比较好就对了 那些所谓的 得打疫苗的 尽量打最少三次 过了三次 我个人也不介意 不过你们自己看着办 多多少少会有 会有一些问题 不管怎么 最少要三次 然后如何尽量避免接触 那些有病的 或者你怀疑某些蜂蜜空间里面 尽量少去 然后好一点尽量多洗手 我有说过 之前的分享会有说过 我们很多时候忘记最后一个 最后一块 最后一道关口 最后一道把关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眼睛 你盖住 你戴口罩 你不小心手肮脏 对摸眼睛就中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求 然后我把这个新冠病毒的课程 已经设计好放上网 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学 这是英文版本 来上课的时候会拿到 我会把这个信息发给你们 这是目前我107个国家的学生 这是英文版本 通过新冠病毒后 让中医帮帮你 这是华文版本 目前已经在网上了 所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课 上网去上课 不用再一直讲 是终生永久学习 一次付费终生永久学习 好 然后这个课程的目的主要是跟各位分享 在流感 新冠病毒后 咳嗽后 如何照顾自己和亲人 从现代医学和中医的角度 探讨症状的病因病激 比如说我们刚才解释说 一个人得病 为什么牵连了这么多系统 我从肺系统那么来解释 然后介绍一些常用的中医的治疗方法 我们讲穴位按摩 饮食药膳 看夫妻如何去做 这个是我介绍的 然后现在介绍 接下来要探讨的 渊源由长的中医养生保健蛇行 我每一季要介绍课程 让你们了解 有些同学 一直跟着来读书 一直跟着来学 很好 学而实习自然 故意越无 巩固治疗 中医的养生基本原则就是这样 亦未病先发 我每天吃黄旗 或者每两天吃黄旗 很多人都知道我讲这句话 我是一个黄旗医师 为什么 在疾病发作前做预防 预防很重要 当一个人生 简简单单 无病无痛 一生这样过 这个是个好命的人 大起大落 不好 所以我们了解 未病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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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概念 比如说我们说 在不同人生阶段中 该做些什么事 在不同的季节 该做什么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病 才来说 所以这堂课得稍微跟各位分享 我这几个月的分享 一些内容 然后疾病房变 如果已经有变了 已经有病了 我说过疾病的产生 跟它的演变 我相信我肯定中过新冠病毒 不过那个病毒无法在我身体内繁衍 继续下去 我说过 病毒是一个活体 病毒啊 它来到一个载体 比如说 它目前刚刚就接触到我 因为我这个环境 适合这个病毒 来这边继续生长 病毒的演变 病毒的生产过程 需要14天 从零天 当他进入这个载体 当他逐渐 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强 到第七八 第八天他最强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 体质没办法承担 这个病毒的身体里面的繁衍 这个病载体 这个病人 就会生病 会病得很重 如果这个病人身体 有办法承担 这个病毒的演变 那个只是一个普通感冒 如果我得了这个病毒后 我马上把我的环境给改变掉 那个病毒就不会继续 在这个载体上继续发展 所以我可能第一天 喉咙一点沙哑 第二天我马上吃我该吃的药 病毒马上不见 所以在病理改变前 拦截它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如果有病 你确保它不要变得太严重 那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另外一点 不小心你已经病了 然后搓后反复 加强预防护发 康复 所以现在我们在提新冠病毒 以前是怕得病 现在我们周边 得一次 得两次 得三次 得四次 很普通啊 所以我说过一个简单的概率 就是A加B等于C 你在不改变 机体情况下 你得病的概率 肯定还有 我说过 为什么我们打新冠病毒疫苗 和得新冠病毒是两回事 你打了疫苗 你还是会得新冠病毒 因为疫苗不会预防病毒 疫苗只是让你身体有一个保护网 把那个病毒减低 因为里面有抗体 而如果你的抗体的产生 没办法把病毒给解决掉 病毒还是会继续再来 所以你的体质不改变 免疫力不加强的情况下 你还是会再发病 所以得了一次病之后 你要懂得适当的 把自己的体质给调好 然后中医强调 因人 因地 因时 所以我每一季跟各位分享的 有些是因时 而因人因地因时 在中医的课程里面 主要体现在我们所说的 药膳课程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 你才要强调一点 每个人吃东西都不一样 因为人各有志 体质不一样 课程主要目的跟各位分享 在吃的方 吃的时候 首先不同人的体质 我们有不同人的体质 有阴虚的阳虚的 痰痴的 有所谓的 特定体质 还有 湿热体质 不同的体质 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同季节吃也是不一样的 不同地区吃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于如何理解 我们当下需要什么 的吃法 所以我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3月21号 网上上课 来一起参与学习 然后现在探讨我们 现在跟各位介绍的内容 因此顺时养生法 我上一次介绍是在11月的时候 这个是个内容 从11月初开始 天气会慢慢慢慢的变冷 身体的症状 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选择的反应 天气越来越冷 是不是最冷还不是最冷 1月20号左右才是最冷 那时我跟各位分享过 1月20号是到大寒 小寒过后的季节 天气变冷 会影响身体的氧气 那几个月 很多朋友会腰痠 腿暖 脚痛 风湿病 手脚会麻 会突然间会麻 突然间会痛 临床上看到很多这类的血身 这类的病人 为什么 主要是天气在改变 11月到1月是最多人中风的 所以也有同学上完课之后 第二天就有朋友中风的 如果你不去预防 病就会来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 节气的更提 今年的农历年 农历新年恰逢大寒节气 和历春节气交接的几天 大寒节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期 随着历春节气开始 天气会紧接着 会变多风 且易变化多端 现在水还是冷的 不然慢慢的会变温 不过在病的过程中 因为它刚刚从冷变成温 新加坡是有四季的 上过我课都了解这一点 地处北纬一度的新加坡 虽然没有明显的四季 你会发现一些天阳光普照 当凉爽的春风吹起时 你还是感到一丝丝的寒 现在早上你出门啊 看到太阳风一吹是冷的 所以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的气候 这个是平均温度 新加坡的整体气候 和北半球是一样的 北半球的四季 跟新加坡的四季 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目前在这个环境中 一月二月三月左右 气温再向往上走 我们身体的症状会随着天气的变化 也会有显著的反应 所以哪一些病毒会出现 之前我在十一月说 冷 你会痛 你会麻痹 有适当的保温的 比如说我相信我介绍这个叫 软宝宝啊 手可以拿住的 保温 你现在还是很健康的 而接下来 气候会慢慢的转温 而随着北半球 从一个很冷的寒冬 很多地方出现雪崩 不是雪崩 雪崩 对雪崩 Avalanche 冰-30度-40度 到现在开始转温 而这个季节 节气的交替 气候的变化 对应传染性疾病 高发时期 你会发现到你周边 会有很多人得感冒 他们并不是SARS 因为之前的SARS COVID-19 新冠病毒 和可能出现的 最新冠状病毒的蔓延 在这个时候都可能出现 同时这个季节 也是我们所说的流感季节 所以有些同学 有些朋友 会开始感冒 发烧 他们验可能不是新冠病毒 不过他们是其他的病毒的一种 H1N1 H1N1 那类也是主要病毒 病毒的产生并不只是新冠病毒 它会导致流感病毒的产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 历春后节气养生 代表着自然的阳气的能生发的气景 人体的阳气也顺应自然 向上生发 而春季 我们讲春属肝气旺 肝气旺会影响到皮 为什么会影响到皮 看这张图 从春季容易出现皮胃 五行相生相克 所以我们春会影响到皮胃 你会发现到你生气的时候 你吃不下东西 所以春生 而夏 我们午夜会再跟各位分享 有什么病会产生 所以春会导致皮胃功能不好 而这些所谓的中医的基础认识 基础知识跟抗病的概念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这堂课 TCM Fundamental Instruction Diagnosis 这堂课是跟各位介绍 如何通过理解中医的基础理论是什么 何为阴何为阳 什么叫做五行 二月底 有兴趣的话在下午 星期一跟星期五下午 你也可以来上课 这些讯息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们 养生的导见重点在这个季节 主要是以下几点 此时养生应该注重脾胃 肝脏和阳气的调理 阳气的生发导致肝的不好 影响到脾胃 现在的天气还是开始转温 炸软还寒时有点温有点寒 还要适当的保温 所以我一向强调养生在自常生活中 方法应该是简单易行 这样我们可以持之以恒 以获得最佳的效益 所以在此我跟各位介绍两道适合立春后 食而养生的药膳 以及按摩的三大部位 促进酥干理器 健脾和胃 而通达阳气的方法 好 给各位介绍一下 紫压按摩 为什么唯一是强调紫压按摩 因为我们的手啊 就是很好的一个工具 课堂上我会教你们怎么用刮痧 我现在用紫压按摩 所以只要按摩三个大部位 首先 干经的第十四个穴位 叫奇门 推搓两肋 酥干气 未经的第三十六个穴位 竹山里 暗柔竹山里 可以痒皮胃 肚脉的第二十个穴位 百慧 酥头一辽百下 通达阳气 我每天梳头发 两百下 我的头发是百分之五十是白的 不过有白头发跟没头发 是两回事 有头发是白的 我可以染成黑的 或染成任何一种颜色 好 我们现在介绍这几个穴位 在哪里 首先我们第一个穴位 叫做奇门穴 奇门穴 奇门穴在哪里 奇门穴在干经的最后一个穴位 位于乳头下方六肋间 间隙中 我们的乳头是第四肋间处 我们的胸以下 大概女性的乳房以下 乳头直下 那个穴就是奇门穴 我们的肝 阻疏 我们的肝气需要我们调 疏导 当一个人生气 当一个人出现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他的肝经就会阻塞住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的乳房会长东西 因为气急不畅 所以这个简单的知识 穴位有助于调节肝脏的气息 春天属肝 春天属木 所以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 有机会就揉揉一下 揉的时候尽量放松心情 吸吸一下空气 吸吸一下气 推搓两乐法 借两手暗夜下 顺着乐间的间隙 柔知接触再防备 来回几十项随意 感觉到温热就好 有空就做 概念在于我常调整关于情绪管理 任何情绪都是自己的事情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你开心也好 伤心也怕 生气也好 想人也好 都是自己的事情 关别人屁事 你自己看不开 不用怪别人 所以当你不舒服的时候 自己按摩一下 给自己一个拥抱 也好交错一下 没有人抱你抱抱自己也是可以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叫搓起门 试试看 好好的做 好好的做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一下 先谈这个先 竹山里 卫星的第三十六个穴位 竹山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穴 养生保健一定要提到这个穴位 这个穴在哪 在我们的西眼下三寸 首先了解西眼在哪里 然后下三寸 就是这个穴位 所以揉竹山里 可以养脾胃 所以外西眼下三寸 近骨前沿一横子 基本上就是 我们找到西眼后直下 三寸就是四只手指 我讲个尽量找容易找的穴位 好这个穴在这边 中医认为 按摩竹山里 除了能调节身体的敏力力 增强抗病能力 还有调理皮 胃补中益气 通筋活络 通哪一个络 膝盖的络 所以平时 脚酸痛 比如说这几个月因为天气冷 脚会痛 对吗 揉揉一下你的脚 这个呢 按摩竹山里 坐在那边 竹山里很多研究 现代研究也认为啊 按摩竹山里 对肾上腺 皮质系统功能 有双向的调节作用 它可以提高机体抗 防疫疾病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有科学证明的 了解西眼下三寸 就是这个穴位 我们要找到竹山里 然后我也建议 之前有上次的课程有谈过 揉膝盖 人老 腿先老 你在做的时候 膝盖不好的人 在运动后坐下时 首先这样两手的手心啊 护在膝盖上 双手按住膝盖同时 接下来按摩 可以两四手一起做 或先按摩 左手左脚右脚随随一样 让它保温 向外按摩膝盖骨周围九圈 再向内九圈 以膝关节内有热感为佳 这个方法是 任何时候你坐下来的时候 揉揉一下 站起来之前也揉一下 早上起床 当脚往床边一靠 先揉一下才站起来 做个准备 别冒冒然站起来 另外一点我要强调有关于膝盖的保护啊 当你觉得膝盖关节疼痛 其实不是膝盖关节的问题 是你的大腿的肌肉退化 所以保温 比如说这几个月天气冷 很多时候肌肉没有力 所以有空按摩一下 这边有一个穴位叫做风四穴 就是我们大腿的 外侧的中间点 所以这几个穴 然后下一个我跟各位探讨的 这是头 百慧穴 肚脉的第四个穴位 在头部的顶点 这个点 只要你找到你的尖 直上 在头的正中点 这个穴就是海慧穴 它并不是最高点的 首先找尖直上 这个点是身体阳气聚集的地方 所以体内 所有的阳气都会往我们的头寄在那边 按摩这个点可以增强 身体的阳气 可以治疗头痛 头晕 明天下午四点 十五分 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听取五八 那个是现场的 我讲 眩晕症 眩晕症 所以用手掌旋转动作 按摩头啊 这样转 然后我特别建议各位尽量采取一个简单的疏头方法 每天疏头符合春季养生的要求 它有先行 预治疏力气血通发阳气的重要方法 每天建议每天疏力两百下 一大百下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两分半钟 或更少 所以这个是一个书头的一个方法 你们可以上网去看 或者点击一下给你们了解一下 这个是YouTube来的 你们可以上网去看 我们不要浪费时间 所以有兴趣更了解穴位按摩的同学们 你可以参与我这个课程 这个是网上课程 这个是meridian knowledge and skills 目前我只开英文班 这个班里面我会跟各位介绍 一百八十个穴位 系统的讲解一百二十个穴位 讲解何谓奇经八脉 讲解我们中医 真有是在看病过程中 如何选择穴位 比如说巴脉胶会穴 什么叫做圆穴 什么叫做吸穴 什么叫做合穴 然后在看病过程中 如何通过选穴 来做治疗 这个是在我的课堂上 我自己的课程 有兴趣的话 这个月中 星期二星期四晚上会开课 这是八堂肯 药膳两生 在接下来的三两三个月 随着春季春天的开始 有几道药膳可以给各位介绍的 就是 红枣核桃粥 跟红枣小米粥 这两道简单的药膳 一个可以调你脾胃 一个可以达到酥干离气的作用 好 先介绍 一 红枣核桃粥 粥米一碗 核桃大概五颗 五枚 五枚 红枣五枚 是否要把壳 壳 壳 红枣的壳给去掉 取决于你个人的体质 如果你是那些比较怕冷的 手 手脚冰冷的 你可以选择在 用红枣的时候 把那个核保留下来 他便宜 然后关于米 我介绍过很多次 我只吃白米饭 我不吃糙米饭 而我是饭桶 我每一顿吃两碗饭 我最新的血检报告 我每六个月都会做血检报告 我的血糖值是4.5万 很标准 所以白米饭跟糖尿病是两回事 我是糖尿病专家 我专看糖尿病 我的博士研究是糖尿病 我说过 米饭 只是一个 整个餐里面的一个小部分 不要为了那碗饭 这么做 搞到很不舒服 胃无斗米则药 吃好的米 米一碗 然后这道简单的药膳 它有补血义气 它有养血安神 它有健脾养胃 所以有一点是 重点在这道药膳里面 核桃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它除了是一个可以拿来咬 它有补脑作用 核桃它补肾 它偏不温 它有补肾作用 而尝刺核桃 它还可以对你的饭便 排便过程中有帮助 而红枣是一个很简单的食材 我家里一定有红枣 它甜它好吃 它健脾它补血 所以简单的补血义气 那些是有失眠症状的 很简单的就是把几粒红枣一起去煮水 所以这碗粥 对那些有失眠的患者 新冠病毒后 气比较虚热 也是有帮助 所以健脾养胃 然后另外一个方 红枣小米粥 小米20克 所以小米加上白米 红枣五枚 狗旗子 同样的它养脾胃 小米是养脾胃的 行肝气 我们会放了狗旗子 它对肝好 它开肠胃 所以简单的这道菜 红枣小米粥 如果你对小米没有抗拒 单单都用小米也行 我个人选择在煮小米的时候 我会加一些白米 所以这些是一个简单的药膳 然后除了我自己在开我的课程方面 我目前还是跟 新加坡人民协会有一系列的合作 比如说我也有一个 比较简单的中医药膳短期课程 这个是目前跟联络所在开办 目前我跟大发窑东联络所 Merry猫联络所 跟金文泰联络所都有很多 内容主要是跟各位介绍 如何 什么是药膳饮食 解释饮食保健的原理 介绍自肠制补药材 养生 减肥 安免 等 这些都是课堂课程 所以目前已经开班 或准备开班的内容有 在Merry猫 3月10号 它会是一个中文课程 星期五 早上10点到12点半 四堂课 在Merry猫 同样的星期三晚上 它是一个晚上的课程 可是是英文的 所以有兴趣的 可以来报名上课 学费方面 你点击 他们会跟你说 如果你有Passion Card 就是人民协会的Passion Card 会相对的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等一下会跟你们介绍一些优惠的内容 还有在大巴窑东 星期五晚上中文的 另外一堂课是那个 我们的职业按摩课程 这堂课从2016年 已经在联络所开班 它会在那个 静文台开课 然后内容方面 报名方面 内容是这样 星期二下午 3点到5点半 所以这些是我 给各位准备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要跟各位探讨的是这样 掌握养生保健的知识和技能 是您能给自己 您的家人和您的朋友的最好 做的最好的理由 我希望有更多朋友 一起来学习保健养生方法 我之前说过啊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 你健康的话 你的孩子会很开心 如果你是孩子 你健康的话 你爸爸妈妈也会很开心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啊 很多人把健康忽略掉 要了解一个人生病 全家跟着病 这是一个很重点 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啊 要照顾一个生病的人 全家的整个流程都变了 所以感谢你们来上次堂 简单的介绍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折扣券 我刚刚才设计了 参与你们如果 如果你们参与我开发的课程 开办的Skill Future课程 你可以享用5%的学费优惠啊 这个代码是TNY022-023 如果你参与一个Skill Future的联络所的课程 你只要把当天第一天上课 你把这个优惠券拿给我 我就会送你一个免费的刮沙版 我刮沙版是价值十二星元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让你们理解 好谢谢各位 我们有机会课堂上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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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